第31章 接受者 什么 福尔斯摸了下耳垂 怀疑自己听错了 美丽 天真 好奇 懵懂的奥黛丽小姐竟然会给出刺杀类任务 而且目标还是北大陆强国英蒂斯的大使 修对此比较迟钝 犹豫着回答道 我们的实力不 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 他最先衡量的 是任务的难度 奥黛丽忽略了福尔斯的问题 让他们自己去想象理由 酒窝浅浅地说道 我不是让你们自己接受委托 而是希望你们去找有能力完成的非凡者 比如 韦先生 我会为此支付4000金磅的报酬 当然 这只是我初步的报价 具体还可以商量 如果事情最后能够成功 我将给你们500磅费用 即使失败 也有200磅 因为你们承担了风险 他累积的还未投资出去的年金余额 加剩下的赏金 有13000磅的样子 但一下动用太多的话 肯定会引来霍尔伯爵的关注 甚至巴伐特银行也会做一定的调查 经过计算 他认为5000磅是临界点 最好不要超过 4000金磅 修听到了自己粗重的呼吸声 但他很快就变得沮丧 他很清楚 自己不可能接得下这个任务 仅仅只是 用我们的名义 去请别的非凡者并保密 就有500磅的报酬 奥黛丽小姐 是我见过最慷慨 最大方 最美丽的姑娘 修迅速回到了现实 福尔斯心动之余 则是满脑子的疑惑 奥黛丽小姐 为什么要委托这样的任务 贵族圈子的青亚 预谋挑起战争的前奏 以霍尔伯爵为代表的某些大人物 希望局势变得混乱 两人通过约定的渠道 很快联络上了A先生 于下午三点 罕见的阳光穿透雾气 照亮了整个贝克兰德时 来到之前参加聚会的那栋房屋 看见了戴着兜帽 敲腿而坐 却给人居高临下感的A先生 你们说找我有重要的事情 A先生的目光 在两位女士身上来回移动 听说有的女性非凡者 用身体从A先生那里换到了魔药材料 他真是一个恶心的变态啊 福尔斯嘴角微勾地笑道 有一笔大买卖 不知道您敢不敢兴趣 A先生扫过修的脸蛋 低笑一声道 说吧 让我听一听是什么大买卖 忍住拔出三棱次的冲动 修用仲裁人的口吻道 刺杀英蒂斯助王国大使贝克朗 让马丹 A先生顿时陷入了沉默 但由于表情被多茂阴影遮住 修和福尔斯无法猜测 他在想些什么 过了一阵他缓慢地后靠 陈生说道 所以 报酬是什么 四千金棒 另外 我们会提供相应的情报 比如 贝克朗大使是 猎人途径的序列六分阴谋家 有位可能是序列五的助手 比如 他的弱点是美色 修杰英 让A先生觉得这个任务有希望完成 A先生低笑道 我可以接这个任务 但报酬必须提高 第一种选择 无碍者 灾难主计 预言家 或者操纵师的魔药配方 当然 他们的价值都高于这个任务 不需要完整 有部分就行 第二种选择 一万金棒 这是飓风中将 齐林格斯的悬赏金额 贝克朗的实力 肯定比不上他 但有厉害的助手 而且 相信我 他身上绝对有神奇物品 合理的价格 但也是夸张的价格 修和福尔斯对视一眼道 我们回去商量一下 明天这个时候 在这里给你答复 可以 A先生做出送客的手势 被试者带出房屋后 福尔斯疑惑的低语道 那些都是高序列的配方 坦白地讲 我很奇怪 我以为 A先生只会要配方 或者魔药材料 钱对他来说 应该不是必需品 修策头望了好友一眼 福尔斯 你果然 只是一个单纯的 诊所医生和作家 你要知道 A先生肯定有不少手下 他们需要房屋睡觉 需要填饱肚子 购买衣物 发泄欲望 这些都必须用金钱换取 而且 对某些破落的贵族来说 只要有金棒 什么不能卖 没有手下的A先生 虽然会同样可怕 但他的消息将非常闭色 这是东区那些小黑帮 都知道的事情 福尔斯皱了下脸庞道 修 你也不是那么笨吗 傍晚时分 两人在预定的地方 见到了那条熟悉的金毛大狗 将A先生的答复 转交给了奥黛利 奥黛利看完纸条 不仅没有为难 反倒长长地松了口气 能用一万金棒 就解决大石的事情 对他来说 简直太美好了 我这边暂时只能动用5000棒 还得给修和福尔斯500棒的报酬 嗯 先向格莱林特见 借6000棒 不 8000棒 我的日常开销 不能暴露问题 然后分4到5个月归还他 利息1000棒 到新年前 我都会相当拮据 每个月只能用1000棒 奥黛利迅速做出决定 然后烧掉了原本的纸条 用新的纸张书写道 第二种选择 预付2000棒 等任务完成 再给予剩下8000棒 明斯克街15号 克莱恩在下午茶时间 再次见到了玛丽 盖尔 她主动通过斯塔林 萨莫尔太太 约了对方 玛丽女士 经过跟踪 我发现你的丈夫 去了克拉格俱乐部 因为我不是他们的会员 所以无法进入 但据我观察 在你丈夫离开后半的小时 只有一位年轻的小姐出来 她叫做埃莉卡 泰勒 住在希尔斯顿区 新年路126号 曾经在考一母公司 工作过一段时间 目前依旧是失业状态 我有拍下她 离开克拉格俱乐部的照片 失业 还能住在希尔斯顿区 斯塔林冷笑了一声 玛丽表情 阴郁地默然了几秒道 你必须弄到他们 亲密的实质证据 嗯 是克拉格俱乐部 对吧 我会找两位会员 引见你入会 但你的资料 必须填知名大侦探 不让人带你进去 是时间上很可能凑不到 好 克莱恩犹豫了下 还是问了出口 会费由谁来交 最初的会费我负责 这是对你效率的答显 之后 如果你希望留在俱乐部内 那每年的年费 由你自己承担 大概是15磅 玛丽的眼睛内 仿佛有火焰在燃烧 年费15磅 那最初的会费 至少50磅 高端俱乐部啊 玛丽女士 你真是太慷慨了 克莱恩当即点头道 我会尽快 把证据给你 用过晚餐 克莱恩再次出门 继续前往贝克兰德桥区域的 勇敢者酒吧 这一是为了在军方特殊部门 和暗中的警察面前表现 自己的惶恐与无助 似乎什么自救的办法 都想要尝试一下 二是欺骗大师手下那位 占卜家图境的中序列者 涉及挥舞的事情 克莱恩相信 那位先生或者女士 肯定占卜不出来 包括自己的死而复生 和过去往事 包括那枚借助真实造物主 制作成功的污秽质与符咒 这是绝对可以影响到 对方的强力物品 克莱恩必须让自己 保持没有安全感 疯狂抓着各种稻草的状态 以此误导对方提高胜分 深黑的天色里 克莱恩进入了酒吧 他还未来得及 需要一杯啤酒 就看见卡斯帕斯 这个酒糟比老头 抱胸站在狗抓老鼠的竞技台前 刚好 马里奇找你 卡斯帕斯瞄到克莱恩 立刻一蹶一拐地挤了过来 马里奇找我 克莱恩恶然反问道 他下意识摸了摸伊豆内的 阿兹克同哨 考虑该以什么借口婉拒 或者说 用自身灵性包裹住童哨 就不会引起活尸的一变 阿兹克先生 以前不是没去过墓园 也没见有尸体袭击他 克莱恩的精神豁然紧绷 还没等他想好借口 就看见脸色苍白 眼睛仿佛藏着恶意的马里奇 从另外一边过来 身旁没有簇拥活尸 他的活尸呢 克莱恩半是疑惑 半是松了口气地想到 马里奇指了指指排斥 当先走了过去 克莱恩远远眺望 见里面没有活尸 才跟着入内 有什么事情吗 克莱恩抢先问道 白衬衣黑马甲的马里奇 一屁股坐到牌桌上 盯着克莱恩的眼睛道 你那个委托还有效吗 啊 克莱恩一下没能反应过来 我有位朋友最近缺钱 愿意接受这个委托 他比我强大 应该能保护到你 不过 他只保护你三天 代价是一千磅 马里奇低沉含糊地说道 为什么在我有了误会之语后 才出现愿意接受委托的非凡者 不过 这样也好 更加能迷惑大使那边的非凡者 费尽心思 击败了马里奇的朋友 我成功的概率将变得极高 唯一的问题是 怎么确定马里奇的朋友可靠 嗯 去挥物之上占卜一下 克莱恩沉吟一阵道 给我时间考虑和筹集资金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还有 保护我最好隐蔽 不能让人知道 至于是哪三天保护 也有我决定 肯定在这两周内 当然 占卜家绝对能察觉 克莱恩默默补了一句 至于钱的问题 他最初就已经考虑过了 如果变卖默尔索的非凡特性还不够 那就像正义小姐要 反正 他早就做好了铺垫 罗塞尔日记里 也还有不少知识可以贩卖 当然 如果价格实在无法承受 那就只能算了 现在嘛 虽然默尔索的非凡特性 变成了污秽之与符咒 但正义小姐还在 还欠价值序列八旗光人 配方的钱 还欠密修会的情报 两者综合 一千磅足够了 第32章 确认 明斯克街15号 回到家中的克莱恩 没急于去挥雾之上占卜 装作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地看着报纸 这个过程中 他听到了虚幻层叠的祈求声 并隐约辨认出 这来自女士 经受过真实造物主 一语的摧残后 我在这方面的能力 似乎提升了一点 克莱恩若有所思的翻动报纸 稳稳地半坐半躺 于安乐以上没有动弹 直到怀表的指针靠近十点 他才放下手中的事物 去二楼灌喜室清理了自己 进入卧室 拉拢窗帘 克莱恩熟练地来到挥雾之上 看见象征正义的那颗 深红星辰 在不断膨胀和收缩 并带起一声声祈求地回荡 克莱恩蔓延出灵性 接触而去 眼前当即浮现 身穿浅白色丝绸睡裙的 正义小姐 她的形象依旧很模糊 似乎正靠躺于床上 送面完尊名 奥黛利切入主题 贝克朗大使是 猎人途径 序列六的阴谋家 有一丝序列五的助手 我拿到详细情报后 找人询问了A先生 他同意接手 刺杀贝克朗大使的任务 但条件是一万金棒 或者无案者 灾难主计 预言家和操纵师 其中之一的魔药配方 这不需要完整 有一部分就行 我选择了前者 预付两千棒 尊敬的语者先生 我的决定正确吗 一万金棒 克莱恩嘴搅动了一下 旋即强迫自己 将思路转到别的方向 序列五的助手 应该就是那位 占卜家途径的潜入者吧 先当作是 料敌从宽 A先生是否有那个能力 会不会拿钱不办事 灾难主计 预言家 操纵师与无案者 并列 应该都属于序列四 这是高序列的门槛 A先生很大可能是 极光辉22位神使之一 能被派驻贝克兰德 这万都之都 说明他的地位 仅次于最高层的五位圣者 是神使里的佼佼者 极光辉掌握着密奇人途径 这是直接靠近 真实造物主的道路 作为神使 他大概率是 这个序列链条上的非凡者 基于贝克兰德的地位 可以初步判断 他有序列武 他是牧羊人 当然 也可能是低一点的 强威主教 但在别的方面 比如头脑上 更加出众 必须提醒正义小姐 不能和A先生过多接触 密奇人 途径的非凡者 不是已经表现出 异常的疯子 就是隐藏得很深的疯子 几乎没有例外 这条途径的序列八倾听者 可是经常会听到 真实造物主声音的 嗯 我这里有部分 无暗者魔药配方 以及相应的进阶仪式 这可以让正义小姐 节省一万金棒 A先生 为什么只要无暗者 灾难主机 预言家 和操纵师的配方 这是可以和密奇人途径 在高序列互换的道路 有点多啊 这么一算有五条了 无暗者是永恒烈阳的 灾难主机听名字 像是风暴之主 或者黑夜女神的 我之前判断永恒烈阳 风暴之主 知识与智慧之神 各自的途径 属于相近序列 灾难主机属于风暴之主 是水手途径的序列四 预言家 则是知识与智慧之神的 操纵师 又是哪条途径的 他们竟然都可以和 真实造物主 对应的序列互换 这就有点意思了 嗯 不能把无暗者的配方 给A先生 部分也不行 极光会的成员 都是那种 随时在找机会报复世界 危害公共安全的疯子 战略性事物 不能交易给他们 这不仅是底线的问题 还涉及本身安全 极光会那帮疯子 一旦时机成熟 是真可能献计整座城市的 就让正义小姐 花那一万棒吧 这里面有她预定 要分给我卷者的报酬 其余的我能以知识补偿她 克莱恩伸手捏了下自己的脸颊 她暂时没回应正义 而是据献出纸笔 准备占卜 马里奇口中的那位朋友 克莱恩完全没有了解 只能从代词 她判断是女性 要想直接占卜对方是否可靠 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但是 克莱恩可以间接占卜 以本身安危间接占卜 这样成功率会高很多 至于是否会受到干扰 结果的准确性有多高 因为有灰雾的阻隔 她一点也不担心 斟酌了十几秒 克莱恩洛比写道 我聘请马里奇那位朋友 做三天保镖有风险 放好钢笔 解下零百 克莱恩收敛精神 迅速做了占卜 等到她睁开眼睛 便看见黄水晶吊坠 在顺时针转动 不过幅度很小 速度很慢 有一定的风险 但相当低 可靠 克莱恩轻轻汗手 改为占卜A先生 同样的 她和A先生没有直接接触 所有的了解 都基于转述和推断 想确认她 是否有能力 是否愿意遵守承默 是很难得到答案的 只能从另外的方面入手 间接占卜 作为算得上出色的占卜家 克莱恩很快确定了方向 那就是占卜贝克朗大使 这位大使 与他有相当多的牵扯 对应的情报 更是较为详细 就连对方卷入了什么事情 克莱恩也很实了解 作为占卜目标 是没有问题的 思考了一阵 克莱恩写道 贝克朗 让马丹会受到 来自A先生的致命威胁 这个把握不大的占卜里 他尽量模糊了语句 没预设确定的结果 免得失败 这一次 克莱恩见零百 依旧坐顺时针转动 但速度变快 幅度变大 说明 A先生会去完成任务 并且有不小的成功可能 克莱恩缓缓吐了口气 开始回应正义小姐的祈求 自己出面 我那位卷者 希望得到1000磅的活动经费 还是之前的方式 最好明天能完成 这将抵消掉奇光人的配方 你也不需要再去搜集密修会的情报了 不过 如果你能额外获得相应的消息 我会与你交易 知道那位潜入者 是占卜家途径的非凡者后 克莱恩对密修会有关情报的需求 就不那么迫切了 他原本是想要比1000磅更多的金钱 但考虑到正义 小姐得为刺杀大使的事情 支付1万磅 经济状况肯定将变得捉襟见肘 于是只能给出底线 做完这一切 克莱恩没多逗留 当即返回了现实世界 奥黛利正拿着一本乐谱 轻横着旋律 窗外红月若隐若现 忽然 他眼前冒出浓浓的灰雾 有一道人影 高居于古老的椅子上 俯视着下方 低沉开口 听完愚者先生的回应 奥黛利顿时松了口气 不再那么忐忑 1000磅 我在愚者先生那里的债务 接近还清了 感觉一下轻松了好多 奥黛利将乐谱靠于胸口 酒窝浅鲜地想着 虽然他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零花钱 只有每月1000磅 非常窘迫 但咬咬牙 几个1000磅出来 还是没问题的 向格莱林特多借一点 分歧数多一些 奥黛利在这方面 有着不错的家教 毕竟他的父亲 是幕后的大银行家 周四中午时分 克莱恩又听见了 虚幻的祈求声 经确认 正义小姐 已经将钱存入了 那个不记名账户 而贝克兰德范围内的 银行对账和清算 当天就能完成 也就是说 克莱恩从周五开始 可以在贝克兰德银行 与市区的每一个分离处 取出那笔现金 用过午餐 克莱恩又一次见到了玛丽 盖尔 他带着他 来到克拉格俱乐部的外面 两位会员正等待在那里 一位是知名外科医生 艾伦 克瑞斯 一位是贵族的马术教师 塔利姆 杜蒙特 彼此问好后 戴着金边眼镜 个子瘦高 较为冷淡的医生艾伦当先 进入俱乐部 而留着棕色短卷发的 马术教师塔利姆 则边走边笑道 如果不是玛丽提到你 我都不知道 贝克兰德多了一位出色的侦探 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 需要委托 我会找你的 那我提前在这里感谢你 克莱恩笑着回应道 根据玛丽在车上的介绍 他知道 塔利姆原本是贵族子弟 祖上有子爵的爵位 可惜的是 他的家产都被祖父给挥霍光了 为此 他的父亲 有近十个兄弟 以及超过六个的姐妹 而作为土地贵族 当拥有的土地降到标准线以下后 世袭的爵位 是会被降低的 不过 也得看国王的心情 塔利姆无法像别的贵族子弟那样 在成年后 得到一笔数额不菲的钱经商 也由于祖父的名声 没有渠道进入政府做雇员 或者去别的贵族家庭担任管家 只能发挥特长 成为不少贵族在马术上的教师 收入还算丰厚 每年有400磅上下 唉 离婚真是一件让人贫穷的事情 塔利姆不知是在暗指玛丽 盖尔的事情 还是想到了 他那位更像因地斯人的祖父 克莱恩没法接话 只能跟着对方进入克拉格俱乐部 看到了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厅 第33章 奇怪的预兆 艾伦和塔利姆各自填写了推荐表格后 就离开了克拉格俱乐部 今天不是周末 他们一个下午 还有两台手术 一个得去教导康纳德子爵的小儿子马术 悟求刚成年的对方 在下半年的贝克兰德社交际里 不会因此而丢脸 克莱恩看着穿红马甲的男仆 和一群美丽的侍女 来来回回了好几趟 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会员证明 和一枚铭刻着白双星座符号的徽章 入会费50磅 今年还剩三个半月 年费4磅 穿红马甲的男仆 将那两件东西 推到了克莱恩的面前 克莱恩拿出马力 盖尔给的57磅现金 数了54磅给对方 会费和年费之外的金额 是玛丽给予的第一笔报酬 他对克莱恩很快就弄清楚 多拉格 盖尔的情妇是谁 并拍下了照片 非常满意 50磅的会费 玛丽夫人真是一位慷慨的女士 克莱恩边看着男仆和侍女 验证钞票的真伪 确认具体的数目 边想着斯塔林 萨莫尔私下里的介绍 玛丽的父亲 是考一母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占据20%的股份 原本这只是一家小公司 勉强能赚一点钱 但随着贝克兰德的污染状况加剧 无烟煤和木炭的需求变多 考一母公司迅速膨胀壮大 成为了首都地区该行业内 能排进前十的大公司 玛丽的身家随之暴涨 唯一的问题是 他嫁给多拉格·盖尔纳会 公司还处在没什么名气的阶段 他的父亲将股份作为嫁状时 并没有胎在意 没有进行财产赠予保护 而是采用了当前更流行的 遗嘱回赠方式 前者是指 嫁状作为独立的 分离的女方财产存在 所有权不属于男方 就连使用权 也得看女方的心情 而后者是将嫁状归属于整个家庭 但男方必须立下有效的遗嘱 承诺在自己陷于伴侣死亡后 分割遗留的财产时 优先支付妻子 等于两到四倍嫁状的权益 之后再按正常的继承法进行 这能有效保证遗双的生活 如果玛丽再没有拿到 多拉格背叛婚姻的证据前 就起诉离婚 那考一母公司的股份 将由双方评分 克莱恩记得当时斯塔林 很是艳羡地说道 仅是这笔股份 目前的价值就接近两万金棒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财产 玛丽是真正富有的女士 一旦离婚 绝对将成为贝克兰 得众多男子追求的对象 其中甚至会包括某些贵族 这笔钱仅仅够正义小姐 刺杀贝克朗大使两次 克莱恩呼的联想开来 看到红马甲男仆 和容貌不差的侍女 对自己行了一礼 莫里亚蒂先生 欢迎您加入克拉格俱乐部 听到这句话 克莱恩才拿起了 面前的会员证明 和白霜徽章 前者是由弹性很好的印纸制成 仿佛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克莱恩的姓名 和入会的日期 按上实纸的印记后 这张会员证明 就正式可以使用了 后者是克拉格俱乐部的 独特徽章 因本身成立于11月初而得名 对应着白霜星座 正面式象征符号 和192这个数字 后面则有夏洛克 莫里亚蒂的名文 俱乐部现在有192位会员 克莱恩随口问了一句 是的 我们俱乐部不接受无推荐的人 红马甲男仆 笑容满面地介绍到 一楼有自住餐厅 酒吧 图书馆 碧球室 会议厅 纸牌房 您都可以免费使用 食物和酒水 也能免费品尝 二楼有16个休息室 两个小会议厅 同样免费 只要有空余就能使用 容貌不错的女仆指着后方道 草坪上有两个网球场 完全免费 地下有两个射击练习场 您只需按照器材租赁的价格支付 如果您对简单的自住餐不满意 可以自行点餐 我们有专属的厨师 您只用支付材料费用 包吃 包住 包完 不愧是高端俱乐部 克莱恩在心里由衷地感谢了 玛丽太太一句 她温和笑道 你们派一个人领我转一转 熟悉下环境 然后给我一间休息室午睡 好的 红马甲男仆 做出请的手势 熟悉了克拉格俱乐部的环境后 克莱恩进入休息室 仔细研究了这里的格局 发现接近于后市的酒店房间 据说是英蒂斯风格 得考虑下明天怎么弄 多拉谷婚外情证据的事情 那照相机的闪光 简直无法掩饰 也就是说 只有一张照片的机会 而且这么弄 肯定会被去除出俱乐部的 得考虑个稳妥的办法 等下去翻报纸 争取能从新闻里判断出伊恩事件的进展 从而确定 该保护哪三天 克莱恩来回踱步 陷入思考 就在这时 他忽然心悸 整个人一下变得紧绷 这是小丑的预感 但脑海里什么画面都没有啊 克莱恩只觉四周的空气变得沉宁 有暴风雨在酝酿 很快 这种感觉消失不见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难道是有危险即将来临 可是 我之前被穆尔索袭击时 没出现类似的状况 克莱恩疑惑不解地掏出梅硬币 占卜自己最近几天 是否将遭遇袭击 答案是否定 想了几秒 克莱恩拉拢窗帘 装作午睡 逆走四步 进入了挥雾之上 他坐了下来 考虑许久 低声默念道 最近几天 我将有极大的危险 反复送念里 他再次弹出硬币 看见那黄铜色泽的事物 翻滚着落下 落到了他摊开的掌心 这一次 国王投向朝上 这表示肯定 我刚才的反应 真的是危险即将来临的预兆 克莱恩微眯眼睛 向后靠住一背 他对这件事情相当不解 无论占卜家 还是小丑 之前从未表现出类似的能力 即使可以预知危险 也是因为目标就在面前 就在旁边 我父亲什么人都没有 从我的占卜结果 被干扰被误导来看 这件事情肯定设计较高的序列者 很大可能是贝克朗的助手 结果 反倒激发了我的预知 这部科学 呃 这部神秘学 这里面肯定还藏着别的什么因素 只是我目前还无法弄清楚 克莱恩环顾四周 只见挥舞无影 身红静密 宫殿更古不变般毅力 他收敛住疑惑 暂时不再去考虑为什么 将注意力 集中到了行将发生的袭击上 又占卜了好几次 克莱恩发现自己 只能确认 最近几天会有极大危险 无法缩短到三天内 两天内 或者五个小时内 也就是说 他只能得到较为模糊的启示 而梦境占卜里 他看见了伊恩 穿着老旧大衣的伊恩 他立在街道上 背后是典雅的煤气路灯 和模糊的红月 除了这幅画面 什么也没有 这究竟该怎么解读呢 克莱恩想了一阵 只能认为这是危险的前奏 他没再耽搁 立刻返回现实世界 离开克拉格俱乐部 赶到附近的 贝克兰德银行 希尔斯顿区分行 取出了账户里 剩下的那一百金磅 正义给的一千磅 还未通过清算和对账 相应的信息还没有发下来 账户情况未能同步 理论上来说 这有个漏洞 那就是 克莱恩可以取了一百磅后 换家分行再取 抓账户不同步的时间差 但这仅仅是理论上 为了规避类似的行为 各家银行对不记名账户 有不少规定 一是加强同乘间 类似消息的传递 二是限制单次取款的额度 最高不超过五百磅 三是上次取款记录不在本地的 必须拍电报询问 克莱恩今天就遇到了第三种情况 收好钞票 他乘坐马车来到贝克兰德桥区域 进入了勇敢者酒吧 在卡斯帕斯的引领下 他看见了坐在纸牌室内的马里奇 对方身边依然空空荡荡 没有活食簇拥 克莱恩收起用灵性 包裹阿兹克同哨的想法 将一百磅钞票拍到了桌子上 对脸色苍白的马里奇道 我同意交易 我会预付一百磅 之后没保护我一天 我再支付三百磅 保护从现在开始 马里奇的目光越过了他 看向他的后面 微微点头道 好的 他答应了 啊 克莱恩恶然回望 只看见了门板 看见了空气 他翘无声息开启了灵式 可依旧什么都没有发现 马里奇将那一百磅收入口袋 默然说道 你可以回去了 他已经开始保护你了 以隐蔽的方式 如果我没有提前占卜过 肯定以为你们是骗子 克莱恩左右环顾一圈 做出咬牙离开的模样 一路之上 他时而开启灵式 时而关闭灵式 不断地观察车窗之外 但还是没能找到 他所谓的保镖 回到明斯克街15号 克莱恩关上房门 进入盥洗室 拧开水龙头 清洗双手 哗啦啦的声音消失 他甩了下水滴 用毛巾擦着手掌 并抬头望向洗漱镜 审视自己现在的样子 就在这时 他看见镜中的自己 忽然晃荡 变化成了一个 穿着黑色宫廷长裙的女子 这女子头发淡金 眼眸蔚蓝 容貌相当精致 但脸色异常苍白 他戴着顶小巧的黑色软帽 提起裙摆 威欠身体 对克莱恩行了一礼 这 克莱恩没有掩饰自己的惊讶 故意倒退了几步 抵住了墙壁 他刚才已经醒悟 这可能是他用 一千磅过来的保镖 镜中的画面迅速暗淡 克莱恩又看见了自己 一切恢复了正常 第34章 事情的原委 镜中人影清晰 却再不见刚才那位 身穿黑色宫廷长裙的女子 他似乎从未出现过 克莱恩悄然开启了灵室 却什么都没有找到 我不会请了个女鬼当保镖吧 这比女鬼还诡异 至少灵室 是可以看见鬼魂的 克莱恩若有所思的 摸了下衣兜里的阿兹克同哨 只觉阴凉和冰冷依旧 没有额外的变化 未受同哨的影响 看来不是死灵类的家伙 不过 也不能肯定 当初同哨跟着我下葬 可周围一圈的死者 都没出现异常 因为埋葬在墓园的 都是经受过牧师和主教安魂的 他到底什么时候起作用 什么时候不起作用 等大使的事情完结 如果我还活着 就去墓园做下试验 争取弄清楚范围和限制 不能总跟带个定时炸弹一样 克莱恩洗了把脸 转身走出了惯洗室 他刚在客厅拿上报纸 准备去起居室或者卧室翻看 忽然听到门铃被拉响 叮叮当当的声音里 克莱恩呼的绷紧精神 异常戒备的 穿上有各种材料的外套 向着门口行去 他清楚地记得 最近几天会有危险降临 站在门后 等待了一下 克莱恩脑海内 自然浮现出了外面的场景 天空红月若隐若现 借到两侧的典雅煤气路灯 照亮着湿润的道路 身穿老旧大衣的男孩立在那里 鲜红眼眸深沉中 带着些许迷茫 伊恩 莱特 他怎么出现了 这不是我梦境瞻部里 见到的画面吗 这是危险来袭的前照 克莱恩拉开房门 警惕地向后退了两步 莫里亚地侦探 伊恩摘下棕色圆顶帽 欠了欠身体道 我是来向您说对不起的 很抱歉 让您卷入了这么危险的事件 克莱恩微皱眉头道 你最该做的是去警局 伊恩环顾四周 略埋脑袋道 我刚从军情九处出来 啊 这就是军方那个特殊部门的名称 克莱恩让开道路 指着客厅道 也许我们可以聊一聊 我至少得知道 我是因为什么事情 才落到这么被动局面的 他在心里叹息了一句 伊恩没有客气 跟着克莱恩进入客厅 坐到了上次那个位置 他正要开口 克莱恩突然补充道 如果你想说的事情 会让我陷入更大的危机 那就不用讲了 不会 一切都快结束了 伊恩有着不符合年龄的沉稳 克莱恩松了口气 疑惑问道 那么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话音未落 忽地看见客厅对面的 突突窗玻璃上 浮现出一道人影 黑色宫廷长裙 淡金杂技的长发 眼眸蔚蓝 容貌精致 脸色苍白 正是之前在洗漱镜里 对克莱恩打招呼的那名女子 这名女子 似乎找了张虚幻的高背椅坐下 左掌撑着右肘 右手托着脸颊 摆出没什么表情的倾听模样 克莱恩一时尽不知该做什么反应 这时 沉默了几秒的伊恩 低声说道 其实 泽瑞尔侦探是福萨克帝国的间谍 他收养了好几个流浪的孩子 教导他们搜集情报的技巧 这里面就包括我 原来是这样 我卷入的是一起间谍大案 克莱恩一阵恍然 伊恩目视着茶几 继续说道 我们有年龄的优势 常常不被别人注视 能搜集到很多有用的情报 两周前 我偶然发现了赫尔默修英首稿的线索 赫尔默修英 克莱恩觉得这个姓氏有些耳熟 伊恩抬起头 望着他 解释道 图兰尼 缝赫尔默修英 罗塞尔大帝之后 最伟大的科学家 数学家 机械学家 第二代插分机之父 科莱恩的科学家 这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 更是疯狂的科学家 他认为 人类存在本质的缺陷 只能借助机器来得到最终真理 他酷爱吃糖 似乎将这作为了自身的能量来源 于研究第三代插分机的时候 神秘失踪 是各国努力寻找的一位重要人物 他的手稿 涉及第三代插分机的手稿 克莱恩试探着问道 插分机是一种用于计算的机械装置 能有效提高科学研究 和各种工程的效率 在克莱恩看来 这是蒸汽时代的另类电脑 当然 目前只具备计算能力 一按摇头道 我不清楚 我并没有实际看到 也许有一些相关的思路吧 他顿了顿 再次说起事情的经过 我将这件事情 汇报给了泽瑞尔侦探 他非常高兴 让我跟着那条线索调查下去 他则 立刻向他的上司报告 我花费了一些时间 终于确定了手稿的下落 但我害怕危险 没有直接去偷 决定返回泽瑞尔侦探那里 之后 就是我告诉过您的事情了 泽瑞尔侦探的家被人潜入 很多小机关没有复原 他也为回应 我的联络请求 自曼格党的人 更是试图抓住我 通过您的帮助 我确认了泽瑞尔侦探的死亡 从他的尸体上 拿走了一颗假牙 嗯 在我们分别之后 泽瑞尔侦探告诉过我 那颗假牙内侧 明刻有紧急联络 他上司的方式 就连他自己 都不知道的方式 只有意外发生 才会取下 克莱恩轻轻汗手道 不 我一个朋友 正好在白朗姆街看到你 克莱恩随口编了个理由 嗯 耶恩沮丧点头道 我通过电报 和泽瑞尔侦探 在贝克兰德的上司联络上了 并用密文约定了 见面的时间 地点与方式 但很快 我就被资曼格党找到了 不 准确地说 是英蒂斯的情报人员 这是军情九处的人告诉我的 幸运的是 军情九处的人及时赶到 双方陷入了混战 我趁机逃掉了 可是 我今天下午和泽瑞尔侦探的上司见面的时候 再次遭遇了英蒂斯情报人员的埋伏 不幸被他们抓到 我 我很怕死 将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们 然而 他们并没有遵守承诺 依然要杀我 这个时候 军情九处终于找了过来 这种时候 你才像得十五六岁的大男孩啊 克莱恩刚有感慨 兔德从伊恩刚才的话语里 想到了一个问题 之前发现泽瑞尔的尸体上 还一流有似乎很重要的物品 且被伊恩顺利拿走时 他只是认为 对面的非凡者水平不高 实力不行 通灵的效果不好 未能得到很多 有用的信息 从而出现错漏 可是 确认大使手下有位占卜家 途径的中序列者后 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奇怪了 强有力的通灵下 那颗假牙不可能没被发现 而尸体丢在那么偏僻难找的地方 也不像是预设的陷阱 再结合伊恩刚才的描述 答案呼之欲出 克莱恩点了下头道 你有没有想过 泽瑞尔的上司身边有背叛者 投靠了英蒂斯情报机关的背叛者 这就是泽瑞尔在得到手稿线索后 暴露并死亡的原因 也是你们被埋伏的原因 正因为英蒂斯大使那边 掌握着泽瑞尔上司的情况 所以才对假牙内侧 明刻的紧急联络方式不慎在意 泽瑞尔向上司的汇报 直接导致他出事 伊恩听得呆了一下 好半天才懊恼地握了握拳头 努力保持平静地说道 我竟然没有想到这点 您真是一位优秀的侦探 他悄然吐了口气 转而描述道 我也将手稿的下落 告诉了军情九处 还有别的所有的事情 他们顺口提了您的遭遇 他们竟然没有怀疑我撒谎 也没派人看管我 全部去抢夺手稿了 不过 在那种压力下 没有人能够撒谎 说到这里 伊恩站了起来 深深居公道 请允许我再说声抱歉 对不起 让您卷入了这种事情 其实 你没必要替我隐瞒什么的 明白了前后原因的克莱恩笑笑道 不 这件事情上 主要是我自己犯了错 才落到当前的处境 他刚才边听 边根据伊恩的描述 和这几天的反省 复盘了整件事情 确认自己犯了两个错 发现伊恩的事情水有点深 但依旧接下委托 这没有问题 当时只是感觉会涉及黑帮 顶多顶多有一两位阴影里 不敢曝光的非凡者 而占卜缺乏足够信息 结果是失败 这在自身可以解决的范畴内 正常来说 不会有什么麻烦 说不定还能趁机 和贝克兰德的非凡者接触上 找到泽瑞尔的尸体 确定水很深以后 考虑到本身的身份敏感 立刻果断退出 让伊恩自己处理后续 这更没有问题 相当谨慎的选择 我犯的错误之一是 莫尔索上门的时候 没有果断认怂 抖出伊恩相关的事情 但当时只以为对面是黑帮 是黑帮背后的几位非凡者 谁知道会涉及 英帝斯大使这种人物 更没有想到的是 莫尔索竟然那么忙 委托任务不成后 根本不给我反悔的机会 我的处境由此恶化 所以 这不是一个太主观 太严重的错误 真正导致我如此被动的 一个错误 是最开始的一个小错误 以夏洛克 莫里亚地的名义 租房和接受委托的时候 没做伪装 这就导致非凡者身份 暴露给大使后 不敢逃跑 即使表现出惶恐和慌乱 让军情九处和警察部门 认为我逃跑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后 也不敢逃跑 害怕大使找不到报复的对象 顺口对官方提一句 而根据我做职业者的经验 大部分执法人 对不受控制的非凡者 都抱有敌意 肯定不会因为序列敌而忽视我 必然会展开调查 到时候 我的长相 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证据 将由于涉及灵级封印物 并死而复生 被女神教会的高须列强者追捕 这种事情 不可能寄托于对方突然遗忘 或者没放到心上 必须提前做最坏的打算 要是等到大使那边 采取了什么行动在应对 肯定已经来不及了 不管是刺杀 还是找保镖 买物品 都需要足够的时间 只有大使死掉 他的助手也跟着死掉 或者将注意力转移至 调查大使死因上 我才能解决这个隐患 他的助手没有官方身份 不能和官方直接接触 为了小小一个序列9 最多序列8 且不知所中的家伙 肯定不可能大费周折的举报 当然 他死掉是最好的结果 那就没有隐患了 和找阿兹克先生帮忙 重新被008纳入视线 以及被高序列强者追捕相比 刺杀大使是相对最简单的选项 如果失败 只能承受这两个结果之一了 一切的一切 都愿于最开始的一个小疏忽 我只是想着 到了个500多万人的大都市 没什么人认识自己的大都市 且避开了职业者 没必要天天都伪装 这反而容易会被人看出问题 结果 为了这么一个小错误 最后要付出1万多金棒的代价 而且未必能解决 真像一个小丑啊 犯下一个错误 引起连锁反应 接着竭力挣扎 努力平衡 以此取悦观众 这就是吃了没经验的亏 我两辈子加起来 这是第一次做逃亡犯 等这件事情彻底解决 再暴露非凡者的身份 就没那么危险了 他们只会以为 我在最近找保镖的过程里 得到了魔药 而不是怀疑我的来历问题 当然 之后得习惯戴眼镜 叙胡须 让周围的人逐渐习惯我的新形象 等以后被问起我 只能想到这样的形象 想明白了整件事情 克莱恩笑得愈发明显 笑得依恩感觉怪怪的 我该走了 我要消失一阵了 否则我很可能被投入监狱 依恩戴上帽子 告辞离开 克莱恩没有阻止他 看着他消失在了飞红的月色里 而兔兔窗上那位女士 不知什么时候已然隐去 第35章 等待的双方 双方都知道了 赫尔默修英手稿的下落 这件事情 今晚就会出现结局 大使也就能抽得出手 有余力进行报复之类的行动了 这就是危险即将降临的原因 克莱恩大概明白了 之前的占卜结果 和莫名其妙的预兆 如果没有误会之与符咒 没有一千磅三天的强力保镖 他现在多半会死皮赖脸去警局 去争气与机械之神教会的 贝克兰德总部圣希尔兰教堂 暂住 避开可能的袭击 等待大使被刺杀 至于刺杀行动能否成功 克莱恩也没有把握 反正他已经考虑过最差的结果 也有一定的预案 但如今 既然有了双重的准备 他毫无疑问 不会采取躲避的策略 依旧待在家里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在他心里 甚至还期待着袭击者上门 序列9的猎人 莫尔索被我杀死 再派人来 至少会是一个序列7 甚至可能序列6 序列5 或者堆数量 不管怎么样 只要解决了他们 我将获得配方 获得非凡特性 挽回一些损失 嗯 我会告诉我的保镖小姐 我运气不错 从买来的黑色耳朵那里得到好处 成为了非凡者 毕竟战斗激烈的话 我根本无法隐瞒这点 而且 我说的几乎是真话 我确实从那个黑色耳朵处 得到了不小的收益 克莱恩思索着 接下来的事情 几乎本能地要在胸口 画出飞红之乐 愿女神庇佑 来的是那个占卜家 途径的非凡者 他默默祈祷了一句 想到这里 他环视房间 想要寻找自己的保镖 担心对方听到了 事情的原委后 悄无声息地跑了 客厅餐厅内灯火温馨 照亮着茶几 沙发和椅子 除此之外 没有他人 就在克莱恩渐渐忐忑起来时 他忽然看见 客厅区域煤气灯的玻璃罩上 浮现出一张脸孔 发色淡金 容貌精致 脸庞苍白 这位女士对自己的实力 还是很有些自信吗 克莱恩的心灵一下安定 壮丝自语地低声说道 我也是非凡者 我通过卡斯帕斯参加聚会 购买了一件赌晕器的物品 获得了一定的好处 当然 只是对我这种人而言的好处 他这两句话都是真话 无论面对什么方法 都经受得住考验 但这两句放在一起 就会让人以为 那个好处 让他成为了非凡者 煤气灯玻璃罩上 呈现出的那张脸孔 微微点头 迅速消失 没有别的什么反应 克莱恩外表看似未变 内心却悄然吐了口气 他回到沙发区域 没脱外套 拿起一份报纸 随手翻看了起来 过了一阵 叮叮当当的声音再次回荡 又有人拉响了门铃 谁 克莱恩的精神瞬间紧绷 双手插入一兜 分别触碰到了塔罗牌 和污秽之语符咒 他缓步走向大门处 借助小丑的能力 预感出了开门后 将要看到的场景 飞红之月依旧若隐若现 典雅的煤气路灯没有改变 一位穿黑白格制服 肩章有三个V的警长 不耐烦地等待在门边 他的汗下有棕黄短须 正是之前处理夏洛克 莫里亚地正当防卫案的那位警长 于尔根好像提过他的名字 法姓警长 嗯 我明后天就可以去要回那十棒保时金了 他来做什么 军情九处派他找一恩 赖特 或者通知我去什么地方暂避危险 疑惑之中 克莱恩握住了把手 位于贝克兰德西区的 因蒂斯大使馆内 灯火通明 各种香水和酒叶的味道 伴随悠扬的旋律 向着每个角落扩散 这里正在举行一场舞会 贝克朗担任大使的这几年里 经常在使馆举行舞会 邀请鲁恩王国的银行家 大工厂主 大慈善家 以及其他有名的富豪 与大律师参与 并随即给某些次一级的商人机会 这样的氛围里 他会给客人们 讲特利尔的繁华和开放 讲英帝斯共和国 已经不再由贵族主导 银行家 工厂主 律师等人群 才是国家的主人 他们直接和间接 包揽了大部分一席 决定着国家政策的走向 享受着真正的自由 拥有崇高的地位 今天的贝克朗 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端着酒杯 不断出现于各位宾客面前 似乎想以此证明 他这个时间点在宴会上 没有外出 应该已经拿到手稿了吧 从那位害怕得不断发抖的侦探处知道 伊恩 赖特出现于白狼姆街的电报局后 我就在布置着一切 现在是收获的时候了 脸庞瘦削 但很有味道的贝克朗 喝了口血一般的奥尔米尔葡萄酒 向着阳台位置行去 打算吹一下夜晚的凉风 了解到伊恩发过电报后 作为资深的阴谋家 和专业的情报人员 贝克朗敏锐地想到 对方在联络上司上司 于是赶紧让潜伏于 福萨克帝国情报机关 贝克兰德小组的双面间谍调查 得到了伊恩和组长约定的 见面时间地点和方式 之后 他装作没有这回事 继续派人在白狼姆街附近寻找伊恩 成功发现了对方 也引来了军情九处的阻击 按照他的布置 现场情报人员故意放跑了伊恩 以此让军情九处认为 双方在同一起跑线上 麻痹住主要对手后 他抽掉另外的 没暴露的情报人员 埋伏伊恩和福萨克帝国那位组长 想在军情九处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找到手稿 带出鲁恩王国 事情的进展 原本如同他预料的一样顺利 可傍晚十分传回来的消息 让他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 军情九处的人竟然出现了 本该被瞒住的他们竟然出现了 有罗萨哥在 肯定不是占卜的因素 而且军情九处根本不擅长占卜 这说明我们内部有蛛虫啊 希望罗萨哥能抢先一步 拿到手稿 交给阴影带走 贝克朗为了避嫌 故意组织了舞会 也就无法再干涉事情的进展 只能祈求下属得利 根据他的安排 罗萨哥得手后 会立刻把物品转移给另外一位情报人员 之前从未被启用过的情报人员 然后 罗萨哥将引开军情九处的人 并通过制造一些事端 持续干扰视线 为同伴吸引注意 这个过程里 贝克朗要求罗萨哥 顺手干掉那个小侦探 如果不是他 事情根本不会被军情九处的人知道 一切将非常顺利 我与自慢格党有关联的事情 也不会暴露 也就不会被调回国内 他既然没有逃跑 以为军情九处的人会一直保护着他 留在家里比逃跑更安全 贝克朗揉了下自己的脸庞 他已经收到命令 手稿对应的行动结束之后 就将情报相关的事情 交给大使馆的一等五官 等待新大使上任交接 贝克朗相当舍不得这里 贝克兰德虽然天气差 污染重 但却是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 没有之一 而且 这里的小姐和夫人都教为保守 不是国内那些当妇 慢慢勾引他们上床 一点点除去他们的保守 是非常有成就感 非常让人迷恋的事情 可惜 我要告别这些美丽的人了 贝克朗略感郁闷地想到 愈发怨恨那位敢反抗的小侦探 至于罗萨哥本身的安危问题 贝克朗一点也不担心 他相信对方只要愿意 只要没有被高须列强者锁定 想逃脱 就能立刻逃脱 这是因为 罗萨哥有特别的非凡能力 想着想着 贝克朗忽然眼睛一亮 看见未穿深红色长裙的年轻姑娘 端着酒杯 站在阳台边缘 他有着秀丽的脸庞 和文雅的气质 墨色的头发飘逸光滑 浅棕色的眼眸 仿佛藏着许多话语 贝克朗当即走了过去 熟忍地和对方攀谈起来 了解到这位姑娘 是个木材商人的女儿 叫做爱玲 她的父亲算不上太有钱 正竭力往上层钻营 借助英蒂斯大使的身份 贝克朗很快收获了 爱玲轻木的目光 共同跳了两场舞蹈后 两人的肢体动作 也变得亲密起来 美丽的小姐 我想邀请你去我的房间 品尝奥尔米尔葡萄酒 1286年的 贝克朗暗示道 爱玲几乎没有犹豫就回答道 好的 两人离开舞会大厅 悄悄来到二楼 进入了贝克朗的房间 并让守卫远离 不要打扰 所谓1286年 奥尔米尔葡萄酒还没出现 贝克朗就热情地 将爱玲带到了床上 翻滚之间 爱玲并不算复杂的裙子掉落 她洁白的双臂 搂住了对方 她的双手抓着贝克朗的肩甲位置 指甲和静脉 忽然长出了黑色的 细细的 毛茸茸的蜘蛛脚 碰 爱玲的眼睛糊得微凸 口中泛出了白沫 贝克朗收回击中对方腹部的拳头 从床上站了起来 再没有刚才急匆匆地表现 一脸的冷酷 谁派你来的 贝克朗低沉问道 爱玲想要站起 却疼痛地难以成功 眼神又惊恐又恶然 看到这位漂亮姑娘的表情 贝克朗笑笑道 我确实很迷恋美丽的女士 但我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 每次面对美丽的女士时 我都特别小心 是谁派你来的 不要想着忍耐 我非常擅长用火 第36章 刺杀 爱玲紧紧闭上了嘴巴 愤怒里带着点恐惧地 看着脸庞受削 笑容和煦的大使先生 贝克朗伸出右手 上面覆盖了一层橘红色的火焰 静静跳跃的火焰 他上前两步 做出将这只手掌 按到爱玲皮肤上的姿态 这让爱玲想到了很多小说里的描写 那些残忍的审讯官 会用烧红的铁块 烙烫目标的身体 带来极度疼痛的体验 不 对美丽的小姐 不能这么粗暴 贝克朗忽然停住前身的右掌 轻笑了一声 他猛地一抖 将那层橘红色的火焰 抖成了一条赤色长边 这长边烧着着四周的空气 节节声有道次 啪 贝克朗挥出火焰之边 抽到了爱玲身上 抽得他衣物焦化绽开 皮肤出现了一条 深黑色的烙印痕迹 抽得他脸庞扭曲 惨叫出声 是谁派你来的 贝克朗用温柔的口吻 再次问道 爱玲的嘴唇捏如了几下 终于张了开来 就在贝克朗下意识 倾听答案时 他眼中突然印出了一片血色 不好 贝克朗猛地向后一仰 落地翻滚 而在他之前站立的位置处 有火焰藤的一声窜起 组成了一面熊熊燃烧的墙壁 扑扑扑 雨点般的血与肉 泼洒而出 打在了火墙上 滋滋作响 他们之中有部分穿透了那层火焰 在地上铺就了一条稀疏的血色斑点路 这条路的尽头 正是重新站起的 英蒂斯大使贝克朗 他看见爱玲的腹部被撕扯开来 看见里面伸出了两条 包裹着粘稠液体的手臂 这两条手臂猛然一撑 一道身影 从美丽小姐爱玲的肚子里钻了出来 她通体覆盖着血色的 粘稠的蠕动的 不断往下滴落的液体 有普通成年男人大小 很难想象 作为正常女性 且腹部未有隆起的爱玲体内 竟藏着这么一个东西 这怎么藏得下 碰 爱玲头部以下的身体彻底炸开 化作纯粹的血肉 涌到了那个人形之物上 和不断滴落的 液体混合成了一件怪异的红色的长袍 那道身影露出了本身的面貌 漂亮妖艺 宛若女性的面貌 而她身上的血色长袍 在火光照耀下 就像是一朵盛开的鲜花 强威主教 作为资深的情报人员 贝克朗立刻就联想到了对应的序列名称 密歇人途径的序列六 强威主教 每一位强威主教都是血肉魔法的专家 这个序列的非凡者能诡异地躲到其他人体内 借此规避各种侦查 但当她钻出来的时候 宿主会因此失去生命 为了主 爱玲仅剩的头颅低喊一声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强威主教伸出右手 在胸口点了四次 按照下上右左的顺序 她映着血色和火光的眼睛 随即望向了贝克朗 右脚豁然前迈一步 穿过了那面火墙 未受一点燃烧伤害 只是有暗红色的液体在不断滴落 贝克朗再次向后 呼得拔高嗓音 来人 帮忙 虽然她最得力的助手罗萨哥 和几位情报人员已经被派了出去 但大使馆里依旧不缺乏非凡者 那是得到鲁恩王国允许的武官们 是这里明面上的保护力量 一位序列五 一位序列六 三位序列七 以及加起来接近十位的序列八和序列九 贝克朗的声音在房间内不断回荡 却怎么也传不出去 外面的音乐未变 舞会未停 这里似乎成为了独立隔绝的世界 这 贝克朗里致得停止了呼喊 眯起眼睛 审视四周 那位强威主教没急于动手 低笑一声道 这是你自己的意愿 自己制定的规则 你之前告诉守卫 不要打扰 不要靠近 不要让人过来 嗯 我放大了你的意愿 你的规则 稍微做了点扭曲 你想打破这种间隔 必须战胜自己 贝克朗脸色微变 从这种看似遵守规则 实际却进行扭曲 不断汲取秩序力量 为自己服务的特点 想到了另一个序列的名称 腐化男爵 贝克朗低吼出声 这是律师途径 也就是黑皇帝途径的序列六 话音未落 贝克朗的脸色 忽然变得极端阴沉 脱口补了一句 牧羊人 你是牧羊人 你是极光会的谁 A先生 你们为什么要刺杀我 那位强威主教 牧羊人呵呵一笑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接受主的眷顾吧 他话未说完 身体吐得僵住 关节仿佛长满了铁锈 整个人一顿一顿 似乎变成了木偶 贝克朗笑了起来 刚才的阴沉 瞬间消失不见 他抽出左胸口袋里的白色手帕 擦了下嘴角道 很高兴 你能和我聊这么多 给了我足够的时间 白色手帕被取走后 他左胸口袋处 露出了一个拇指大小的脑袋 这是眼睛全黑的木偶脑袋 那位牧羊人张开嘴巴 想要说话 却只听见一道 仿佛从远处传来的空洞嗓音 顿了一下 他的身体豁然膨胀 皮肤变得深黑 头上长出了两根弯曲的 有斜意花纹的山羊角 背后扑闪起 弥漫硫磺味道的翅膀 牧羊人一下接近了三米 变成了一个恶魔化的生物 但就算是这样 他依旧像是 被人牢牢拴住了每一个关节 动作僵硬而迟缓 思绪也开始模糊 你还有恶魔的能力 不愧是牧羊人 让我送你 去见你的主吧 贝克朗没在废话 幼长之中 凝聚出了一柄火焰长枪 尖端赤白的火焰长枪 他弯腰百臂 就要扔出长枪 将那牧羊人定死在墙上 并烧成灰烬 阴谋家对应的序列 七教纵火家 古代名称是火法师 咳 咳嗨嗨 就在这时 贝克朗剧烈咳嗽了起来 咳得仿佛要吐出心脏和肺部 咳得火焰长枪失去控制 寸寸消散 咳得脸色通红 额头发烫 他借助神奇物品 对敌人的影响也随之解除 那位牧羊人摆脱了质色 恢复了正常 你以为我 为什么要和你聊这么多 严重肺炎 和止不住的咳嗽的感觉怎么样 那恶魔般的脸庞 勾着嘴角问道 一听到这句话 贝克朗豁然就想起了 悔恨出声道 嗨嗨 疾病 你 嗨嗨 杀了一个 可嗨嗨 痛苦魔女 牧羊人解除了恶魔化 身体变得隐隐绰绰 层层叠叠 他喝了一声道 不 我只是 接受了幽暗圣者的馈赠 我知道阴谋家 总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所以 接下来 我要用我最强的能力了 不让你抱有任何不必要的希望 他的身前浮现出一本书册 透明模糊的书册 这古老的书册 飞快翻动 并伴随着低声的吟唱 我来到 我看见 我记录 只要我记录过的 我就能使用一次 这是幽暗圣者特意向我展示的能力 虽然只能有原本一半的效果 但也足够了 牧羊人的声音变得空灵 身体被书册上涌出的黑暗所包裹 他很快变成了一个两米三四的小巨人 通体覆盖着黑色的 冰冷的盔甲 只有眼睛位置 闪烁着两团深红的光芒 这黑暗骑士 举起了手中比直幽臣的大剑 向前跨出一步 猛的就是一个披斩 不 为什么 贝克朗的惨叫声里 他体内涌出的层层火焰被劈开了 不断爆发的各种光芒被劈开了 他的身体也被劈成了两半 啪哒 贝克朗倒在了地上 断口没有丝毫血液一出 就连他的灵魂 也似乎被那黑暗幽尘 仿佛不存在的长剑给腐蚀了明灭了 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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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克朗体内喷勃出的那些火团失去控制 炸的房间出现垮塌 震的玻璃哐当作响 而这个时候 因为他本身意愿所产生的隔离 已经随着他的死亡消失不见 那位牧羊人没有停留 也为等待非凡特性吸出 恢复了刚才隐隐绰绰的样子 抓住大使馆的武官们 还未赶来的机会 穿过层层墙壁 奔入了外面的黑暗里 明斯克街15号 克莱恩握住把手的右掌停顿了一下 他决定在开门前 还是保险地扔刺硬币 既然伊安已经来过 是随时可能降临 默念着外面的访客会 带来危险的话语 克莱恩网上弹出了一枚 四分之一辨识的铜壁 并看着他落到掌心 数字朝上 否定 克莱恩无声自语一句 探长拧动了把手 但他并没有因此降低警惕 他知道 大使那边 有位可以干扰自己占卜的 同途镜中序列者 如果是对方 得到错误的答案很正常 可惜 没时间也没机会去挥舞之上确认 克莱恩用灵视隔着木板看了一阵 然后退了两步 外面那位穿黑白格制服的 法新警长取下帽子 一脸严肃地说道 上面的人派我来告诉你 今晚已经明天注意安全 小心陌生人 第37章 丰富地做死惊艳 好的 克莱恩郑重点头 法新警长摸了下自身的短发道 另外还有些安排 我详细给你解释 你自己做出决定 他的目光望向了客厅区域 克莱恩不失礼貌地 做了个请的手势 看着法新警长关门入内 走到沙发旁边 坐了下来 有什么安排 克莱恩没脱外套 两只手仍然插在衣兜里 法新的身体略微前轻 双手骄傲地说道 你应该很清楚 你惹到了那位大使 今晚或者明天 将是你最危险的阶段 上面的人给你三个选择 一是去圣丰教堂待两天 我知道你是争气 与机械之神的信徒 但圣西尔兰教堂太远了 路上很容易出问题 克莱恩微不可见地汗手 等待着对方给出第二个选择 忽然 他视线一花 脑袋发木 只觉四周像是多了层厚厚的玻璃 他看见法新警长嘴巴的张合 变得缓慢 发现自身的思绪逐渐滞色 这种感觉是如此熟悉 克莱恩一下想到了 当初那个安提格努斯家族的木偶 封印52049 当时 他屡次受到类似的影响 但被队长邓恩 史密斯等人唤醒 为了让别人及时察觉异状 他们一直做着屈身手臂的动作 安提格努斯家族 掌握着占卜加途径 这位的能力 和安提格努斯家族的木偶相似 他是那位占卜加途径的中序列者 果然是他 克莱恩瞬间醒悟 但这个时候 已没有邓恩 史密斯来唤醒他 法新警长脸庞的肌肉 开始诡异如动 他很快变成了一位黑发蓝毛的先生 有着英俊的脸庞 和淡淡的落腮胡痕迹 他用微笑的表情说道 只要给我时间 这是高序列以下 最难对付的能力之一 他说话的同时 克莱恩看见秃肚窗的玻璃上 浮现出了那个 穿黑色宫廷长裙的女子 他僵硬迟缓 一顿一顿地走出了玻璃 淡金的头发 精致的容颜和苍白的脸色 让他不像活人 更像人偶 我没想到 你竟能请到这么厉害的保镖 如果不是我提前占不出问题 或许我会死在这里 你究竟付出了什么报酬 对了 我叫罗萨哥 罗萨哥没有回头 笑着看向克莱恩 但没奢望被自身控制着的对方 能流畅地开口回答 这时 他秃地感觉 脖子处有冷嗖嗖的凉风吹来 吹得他根根汗毛利起 磕磕疙磕突出 他的背后 似乎有个无形的人 正对着他的脖子喝起 罗萨哥笑了一声 抬起左手 打来个响指 啪 他的背后 豁然腾起火焰 一道透明的幽影 熊熊燃烧了起来 很快化成灰烬 克莱恩的视线里 这些动作 都分解成了一格一格的画面 这并非对方变得缓慢 而是他的思绪愈发制色 他已经控制住了我 为什么不直接干掉我 反派都爱聊天吗 不 他不是愚蠢的人 他在以聊天演示什么 克莱恩竭力思考 寻找问题 但念头的起伏 不可遏制地放缓 他专注地看着罗萨哥 观察对方每一个细微的地方 终于 他看见罗萨哥的两边眼睛里 各自浮现有一道身影 淡金头发 蔚蓝眼睛 苍白脸色 和深黑哥特式宫廷长裙 共同组成的身影 而这个时候 那位女子还在罗萨哥的背后 还在靠近突突窗的位置 仿佛被人操纵着的目 他还没有真正地控制住它 他还在努力反抗和挣扎 他们正于神秘领域不断拉锯 我需要做一点事情 让天平的倾斜改变 克莱恩将注意力移到了 左掌握着的污秽之语符咒上 那冰凉滑溺的感觉 满是邪意 他很庆幸 自己一直没有放松警惕 一直保持着 随时能战斗的状态 只能伤几连带伤人了 克莱恩鼓起力量 挣扎着说话 他的声带似乎已经腐烂 他的喉咙蠕动是如此艰难 他嘶哑着 略有间断地送念出了 那个蛊鹤蜜思语单词 污秽 声音回荡之中 克莱恩的左掌掌心 感受到了腐蚀般的疼痛 耳畔听到了虚幻层叠 让人疯狂的一语 这是他熟悉的状态 并未影响他接下来的尝试 那尝试就是将绝大部分灵性 灌注入那枚污秽之语符咒 这不需要肢体动作的配合 三秒之后 真实造物主的声音 将降临于物质世界 钻入离他最近的 那个生灵的耳朵里 三 前奏般的 嘈杂的 虚幻的 邪恶的一语瞬间扩散 克莱恩头皮发麻 脑海嗡嗡作响 只觉血管再不断跳动 思绪再也难以集中 与他指革了张查记的罗萨哥 表情忽悠恍惚 脸皮一股一胀 眼睛内的女子身影 陡然清晰 二 他背后那个穿黑色宫廷长裙的 苍白女子动作一下加快 但旋即就皱起眉头 露出痛苦的神色 此时此刻 克莱恩如愿感受到了 影响的减弱 找回了顺畅的思绪 发现关节里 重新灌满了润滑油 酒精一语考验的他 忍着疯狂 忍着痛苦 连抽袋扔的 将左掌内的 污秽之语符咒扔了出去 扔向了对面的罗萨哥 咦 那枚铁黑色的 有着诸多象征符号 和写意花纹的符咒融化了 罗萨哥刚找回点状态 试图扑向旁边 就看见了浓浓的幽暗 听到了一声 蕴含着诸多知识 与极致疯狂的异语 没有人类能够具体 描绘出这个声音 罗萨哥头部的所有血管 全部拖了起来 似要爆炸 他翻滚倒地 扭曲着挣扎 皮肤在一寸一寸地裂开 露出了里面的血肉 与此同时 没直接听到 真实造物主声音的克莱恩 和那位发色淡精 眼眸蔚蓝的女士 亦难以承受的灾道 各自发出惨叫 痛苦的像是 被人用铁签插入了太阳穴 他们的眼睛豁然冲血 鼻端留下了鲜红的液体 既看不见东西 又感受不到外在的世界 类似经验丰富的克莱恩 最先恢复了过来 摇晃着挣扎着站起 看见罗萨哥撕碎了身上的衣物 脱去了外皮 裸露出全部的血肉和经脉 他就像传说里的 被包皮的红色怪物 不断翻滚痛哼着 似乎即将失控 克莱恩没等待结果出现 因为他承受不起 对方获得好处 变成真实造物主 虔诚信徒的可能 他相信那位邪神 对自己肯定也充满怒火 抽出左轮 调整激发 克莱恩跨前两步 绕到茶几旁边 将枪口抵在了 罗萨哥的脑袋上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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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的他 注视着敌人 连开了五枪 看着对方头部膨胀并后痒 看着对方脑袋炸开 红的 白的 黑的洒满一地 队长 感谢你以前的示范 克莱恩垂下左轮 大口喘气 脸现笑容 他的面前 罗萨哥无头的尸体摇晃了一下 往后倒在了沙发旁边 直到这个时候 那位穿黑色哥特使宫廷长裙的女子 才慢慢停止了惨叫 翻滚挣扎的动作一放缓下来 但他的皮肤 似乎透明了不少 看见罗萨哥尸体上的血肉 还在蠕动 克莱恩毫不犹豫 就拿出了自制的安魂符咒使用 平静凝合的感觉里 那具尸体终于静止了下来 目睹这样的场景 克莱恩念头一转 又拿出煤符咒 低声送面道 飞红 然后 他灌注些许灵性 将这煤符咒 丢向了自己的保镖 丢向了那位发色淡金 脸庞苍白的女子 让人沉眠的力量荡漾开来 还未摆脱余音影响 处于虚弱状态的那位女子 一下变得安静 昏睡了过去 克莱恩不太放心地 又补了一枚沉眠符咒 害怕对方打扰自己 接下来的尝试 明斯科街15号 又恢复了夜晚的安宁 这次没有东西被打坏 只是地面有所污染 因为三方的较量诡异而隐秘 看了眼罗萨哥的尸体 又望了望沉眠的保镖 克莱恩自嘲笑道 经常作死也是有好处的 至少能获得一定的免疫力 他没有飞快地尝试通灵一事 因为此时的罗萨哥 受到了真实造物主的污染 直接通灵等于自杀 但这不表示 克莱恩没有办法 他打算去挥舞之上通灵 带着罗萨哥一起去 以他现在的灵体水准 即使有阿兹克同少的加固 也无法搬动便携式照相机 更别提成重好几倍的尸体 但通灵不是通尸体 通的是对方残存的灵性 克莱恩拿出蜡烛 快速布置仪式 自己召唤自己 自己响应自己 化成了特殊的灵体 变成灵体后 他看到了罗萨哥模糊隐约的 身体状态有些奇怪 和目前的他相当接近 但又有很大不同 克莱恩没浪费时间思考 携带着阿兹克同少 包裹住罗萨哥残存的灵性 进入了挥舞之上 据献出相应的仪式物品 布置好简单的祭台后 克莱恩非快进行起通灵仪式 这个过程里 他愕然发现 自己无需再祈求谁 直接就能通灵 就像真正的通灵人一样 呼 这就是我在挥舞之上 神秘空间的特殊权限 克莱恩念头一闪 宋念出了占卜语句 占卜家图静的魔药配方 第38章 收获 占卜家图静的魔药配方 克莱恩后靠住一背 以梦境占卜的技巧 尝试着通灵 灰蒙虚幻不过真实的世界里 一盏煤气灯忽然亮起 照出了地面铺着的石板 照出了摆放有一卷羊皮纸的书桌 占卜家和小丑的配方相继闪现后 罗萨哥身穿袖口蓬松的衬衣 立在旁边 听着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声音 晋升之前 我要提醒你一点 你最近太依赖占卜了 占卜是启示 是结果 无法告诉我们过程 比如 你占卜一只铁路股票 是否能赚钱 得到的答案是肯定 于是就投入了所有的资金 但实际上 那启示的真正含义是 从长期来看 在30年后 这只铁路股票会赚钱 而那之前跌胜过涨 命运不是那么好掌握的 很多时候没办法定性定量 占卜不是万能的 另外 占卜也会被干扰 被误导 这个世界上 存在太多无法理解的事物 如果你完全依赖卜 那你将来必然会因此而死亡 占卜是启示 必须配合本身的小心 谨慎和克制 罗萨哥就是因为 污秽之语 涉及挥晤之上这片神秘空间 无法占卜出相应的危险 所以才死在了我的手上 要不然 以他那诡异的能力 我和保镖小姐 今天很难幸免 这同样也是对我的提醒 即使我有挥晤隔绝干扰 也不能大意 再笃定的行动 也要留点余地 从这些话语看 他们当时似乎还不知道 扮演法 要不然有些话 可以直接概括为 敬畏命运 思绪电传间 克莱恩听到罗萨哥做出回答 展开了羊皮纸 序列漆 魔术师 主要材料 迷雾树人的真实根筋一块 邪文黑豹的全部脊髓液 辅助材料 纯水60毫升 迷雾树人的汁液30毫升 水形宝石粉末3克 迷幻草精油4滴 魔术师 这也是马戏团的呀 可以和占卜家 小丑 组成马戏团三巨头了 克莱恩先是吐槽了一句 接而想起之前遭遇过的 那个燕尾夫小丑 他看来就是魔术师 能力好像有打响 只发空气弹 火焰跳跃 抽纸围兵 挺不错的嘛 仅是可以快速施法这一点 就能极大地提升我的战力 念头闪烁之中 克莱恩看见场景发生了变化 这一次是富丽堂皇的房间 周围有各种金色的雕塑和装饰 同样是之前那道声音 同样是一定的提点 根据我的经验 服侍这份无面人魔药后 你必须记住一点 你能假扮成任何人 但你只能是你自己 无面人 占卜家图进的序列 六是无面人 这应该就是让罗萨哥 能够变化成法新警长的 那种非凡能力 这么看来 贾泽瑞尔侦探 也是他扮演的 蠕动的饥饿 让麒麟格斯 可以变化成不同容貌的人 和这种非凡能力很吻合 看来是某个无面人 死在了他的手上 这种能力 不会提升正面战斗的水平 但在很多场合 比90%的非凡能力有用 难怪罗萨哥赶快杀人 不害怕落入陷阱 这个能力 对我意义重大 想到这里 克莱恩下意识睁大了眼睛 看见罗萨哥 拿起一片薄薄的黄金书液 上面写着诸多赫密斯文字 序列六 无面人 主要材料 千面狩猎者异变的脑垂体 人皮幽影的特性 辅助材料 千面狩猎者的血液 80毫升 黑色曼陀罗枝叶五滴 龙牙草粉末十克 深海那家的头发三根 千面狩猎者 这好像是巨龙的一种 不是特别厉害的类型 应该不是心灵系的巨龙 但也非常稀有 接近绝种了 克莱恩瞬间回忆起了 对应的神秘学知识 这个时候 他眼前的场景未变 罗萨哥的穿着和位置 却改变了 他戴着白色假发套 身穿深黑燕尾服 脸上有着浓密的胡须 这次的晋升 不再像之前那么简单 魔药必须配合一时来复时 一旦成功 你将获得高序列以下 最难被克制的非凡能力之一 说话的人已经改变 嗓音更加苍朗 罗萨哥有所预料地问道 什么一时 去海上 找一条美人鱼 在他的歌声里 服食魔药 说话的老者 打开了一本 描绘有无数神秘符号的 古老书册 这书册表面 互有光芒窜起 古赫密斯语 序列舞 密友大师 刚看到这里 克莱恩忽然一阵头疼 这是灵性接近枯竭的表现 之前的战斗里 光是污秽之语符咒 就消耗了他大部分的灵性 后来他 不仅又用了三枚黑夜女神领域的符咒 还自己召唤自己 自己响应自己 能支撑到现在 以说明他比过去有了长足进步 在小丑魔药的消化上 有了长足进步 画面闪烁摇晃形将破碎之际 克莱恩强行撑住 将配方剩下的内容扫入了眼帘 主要材料 古老怨灵的粉尘 六意识像鬼的核心结晶 辅助材料 苏尼亚岛金色泉的泉水 80毫升 龙文树的树皮石刻 古老怨灵的残余灵性 六意识像鬼的眼睛一对 晋升一世 在美人鱼的歌声里浮食魔药 咔嚓 克莱恩不再强撑 让梦境化作无数虚幻的光点消失 他捏着额头 几乎昏迷过去 在罗萨哥残余灵性 和些许疯狂感觉齐齐灵灭的同时 被无形的力量推回了现实世界 沾满血液 脑浆 头发 和各种碎片的地面 映入克莱恩的眼帘 他弯腰干呕了两下 稍微清醒了一点 没有灵性 会直接退出挥晤之上那片神秘空间 克莱恩环顾四周 发现保镖小姐还在沉眠 他连忙熄灭蜡烛 收拾好一世相关的事物 然后喘着粗气 缓了片刻 终于让灵性滋长恢复了一点 就在这时 一阵阴冷的风吹到了他的脖子上 吹得他瑟瑟发抖 思维僵化 克莱恩猛地扭头 再次望向秃渡窗位置 看见身穿黑色哥特式宫廷长裙的保镖小姐 已然苏醒 漂浮了起来 他淡金的头发和苍白的脸色 似乎暗淡了一些 整个人愈发的虚幻 皮肤已经有些透明 克莱恩按照早就想好的说辞 慌忙解释道 我打抱他的脑袋后 发现他的身体还有蠕动 因为害怕他失变 赶紧就把身上所有的符咒都用了 我 我当时很紧张 很慌乱 可能有波及你 这大概就是之前 站不里招式的风险吧 要是他不满意 认为我袭击了他 那我就完了 克莱恩略有些忐忑地想到 这真实的心情 让他的表现更加完美 保镖小姐低头看了眼自己 与其飘忽 没什么起伏的开口道 最开始的是什么符咒 我在聚会里 买了一只黑色耳朵 400磅 说是可以听到伟大存在的声音 如果足够幸运 能获得不少好处 要是倒霉 会当场死亡 我当时没能请到保镖 又有这样危险 只好赌一把 结果还不错 克莱恩用绝对的真话回答 我听到伟大存在的声音后 那只黑色的耳朵 就自己破碎了 变成了这么一枚符咒 保镖小姐未来的眼眸 缓慢扫过了他 屋内一片安静 有种凝固般的沉然 终于 这位穿黑色宫廷长裙的女士 点了下头 我已经成为潜在的疯子了 嗯 他猜到是倾听者的遗物了 也明白 罗萨哥的灵性 肯定被真实造物主污染了 不会怀疑我故意让他沉睡 趁机通灵 这也能解释我 为什么比他更快摆脱一语的影响 毕竟我是真实造物主制造的潜在疯子 克莱恩勾了下嘴角 我们快点收拾现场吧 也许军情九处的人会过来看一看 他指着罗萨哥的无头尸体道 说话间 克莱恩戴上手套 靠拢过去 蹲了下来 快速寻找起遗物 他很快找出了十几磅的现金 一些精油和草药粉末 两个剪材粗陋的纸人 以及一张奇怪的纸 那纸成橘黄色 上面用太阳对应的象征符号 魔法标识圈出了一个空白的长方形 仅是握在手中 就让人感觉很温暖很安稳 这是什么 克莱恩没有掩饰自己的疑惑 保镖小姐不知什么时候 已漂浮到了她的背后 简单地回答道 公正人对应的神奇物品 公正人 克莱恩先是愕然 玄机想到 罗萨哥是印第四共和国的情报人员 那边信仰永恒列阳 争气与机械之神 而永恒列阳同时也是契约之神 这是歌颂者途径的序列六 还是序列五 公正有效 非凡能力短暂提升 公正无效 非凡能力被强行驱散 保镖小姐没多做解释 粗略描述了下作用 克莱恩正要说话 呼地看见罗萨哥的无头身体 和血液脑浆内有点点优碎的光芒吸出 彼此吸引着凝成一团 化作了一只没有瞳孔的全黑眼睛 这又是什么 克莱恩故作无知地再次问道 没有价值的事物 保镖小姐保持着特有的说话方式 没有价值 克莱恩皱眉反问 他其实明白保镖小姐的意思 正常来说 如果罗萨哥最终失控 会留下诡异的可怕的封印物 要是没有 他的这些非凡特性 则能作为序列五密偶大师的魔药主材料 总之会有很高的价值 可问题在于 他既没有失控 又受到了真实造物主的污染 于是成为了有邪神烙印的魔药主材料 用他来调配密偶大师 克莱恩相信那是在服毒自杀 保镖小姐看着那只全黑的眼睛 滴儿飘地说道 被邪神污染了 没有价值了 真有价值 而且价值很高的话 我还得担心 您会不会顺手解救我 克莱恩指着罗萨哥的遗物道 这是我们共同的战利品 一人挑一线 你先 保镖小姐侧头瞄了他一眼 什么也没说 飘过去拿走了那张公正书 和我想的一样 以后得寻找和学习 去除邪神污染的神秘领域知识 克莱恩拿出铁质卷烟盒 弯腰捡起了那只全黑的眼睛 第39章 尾声 克莱恩的手指刚触碰到那只全黑的眼睛 耳朵里就出现幻听 脑袋振振抽痛 但与此同时 他的世界里多了些奇怪的东西 那是数不清的黑色虚幻细线 从保镖小姐和他自己身上 从肉体每个部位蔓延而出 穿透虚空 通往无穷远处 这是一幅能让密集物恐惧症患者 晕过去的惊悚画面 克莱恩呼的呲牙 再也承受不住 被腐蚀被污染般的感觉 将那只全黑的眼睛 放进了铁质卷烟盒内 一切恢复了正常 他的负面状态得到缓解 直到这个时候 克莱恩才有余力去做猜测 那就是密偶大师非凡能力的本质 能看见并控制每个人身与灵上的某些线 可惜啊 被污染了 副作用太大 没法当成神奇物品 暂时不考虑到挥晤之上尝试进化 这算第二次在那里招惹真实造物主 很有可能被做好准备的他找过来 到时候 估计复活都没法复活了 先学习和掌握了相关方面的知识再做决定 呼 他吐出一口浊气 在保镖小姐 选了那简陋的纸人和相应的材料后 再次弯腰拾起 那13磅五苏雷八便式的现金 然后 他看向罗萨格无头的尸体 和满地的血污 颇感头疼地说道 我们清理现场吧 但经头发苍白脸色的保镖小姐飘浮于旁边 语气平淡地说道 我来 你来 克莱恩半事恶然 半事疑惑地停下动作 侧头望去 保镖小姐半飘半走地来到罗萨格身旁 蹲了下去 趴到了那具尸体上 他慢慢沉了进去 他和那具尸体合二为一了 罗萨格尸体的手指弹动了两下 周围的血污 脑浆和碎片纷纷倒流 重新于脖子处汇聚出了一个脑袋 但是 这脑袋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无数裂缝 就像是一块块细小碎片拼成的恶心玩具 他如同被打猎 却没有立刻碎开的玻璃 里面依稀有血污和脑浆在流淌 依稀有手枪子弹的弹头反射光芒 克莱恩忍不住倒退了一步 觉得这能成为所有鬼故事里 排位靠前的惊悚形象 罗萨格的尸体爬了起来 拿起那顶警察软帽 半遮住了脸孔 而周围的杀人现场 已干干净净 再无丝毫痕迹 无与伦比的专业 克莱恩在心里赞叹了一句 他看着保镖小姐驾驭那具尸体 软帽遮面 步伐沉稳地走向门口 下意识就叮嘱了一句 不要坐马车 不要走路灯很亮的地方 那会吓坏车夫 吓坏行人的 保镖小姐没有停顿 完全无视了她的话语 突然 克莱恩想到一件事情 想到之前疏漏的一点 忙又补充道 你回来的时候 去莱斯警察分局 法新警长的家里 或者明斯克街周围 找一找罗萨哥原本的衣物 罗萨哥穿的是警察制服过来 而无面人的能力 很显然只涉及本身 所以 他之前的衣服在哪里呢 他不可能 今晚一直都穿的是警察制服 要是被军情九处 和警察部门在附近 找到了罗萨哥的衣物 而我没受什么损伤 事情就会有点麻烦 保镖小姐 可不是隶属于 合法非凡者小队的强者 一名普通侦探 能拿出一千磅 请保镖也足够引人怀疑 克莱恩不断思索 要将事情的所有漏洞 提前堵住 就在他打算 以占卜能力 帮助保镖小姐 寻找罗萨哥原本的衣物 并把丢失的警察制服送回去时 罗萨哥的尸体停顿了下来 用摩擦铁锈般的嗓音回答道 我知道 咦 很有信心的样子吗 对了 保镖小姐的状态 介于肉体和灵体之间 而占卜的原理 就是 心灵体遨游零件 所以 他全凭本能就会占卜 克莱恩有所恍然 没再多说 将左轮手枪里的弹壳 也给了对方 然后目送罗萨哥的尸体 自己开门 自己远去 并很轻很礼貌地 关上了大门 我挑选的战利品 是被真实造物主 污染的非凡特性 相信没有谁能占卜得出来 就算有 也会提前感受到危险 不敢占卜 克莱恩边覆盘边 走回沙发区域 坐了下来 颇赶后怕 刚才那场战斗 前后不超过一分钟 也没有激烈到破坏什么东西 但暗藏的汹涌和危险 却仅次于 他面对梅高欧斯 和他肚子里婴儿的经历 即使有很厉害的保镖小姐 即使有污秽之语 他也差点被罗萨哥控制住 没有反抗之力地被杀死 密偶大师的能力 真的很诡异 很强大 根据非凡特性守恒定律 罗萨哥遗留的非凡特性 应该包含序列5 序列6 序列7 序列8 和序列9的全部魔药主材料 如果不是有邪神的污染 它配合辅助材料 可以让一个普通人 直接成为序列5的非凡者 当然 这种拼运器的晋升法 早就被历史抛弃了 这是最原始最危险的方法 按照序列一步一步晋升 是无数先被用生命验证出来的 最好办法 如果将来可以除掉 真实造物主的污染 我必须也只能在序列6升 序列5的时候 用罗萨哥遗留的非凡特性 而多余的那部分特性 怎能让我更加强大 就像队长那样 克莱恩回想着之前的事情 抬手捏了下额头 转而思考更重要的方面 罗萨哥出现 说明赫尔默修音手稿的争夺已经结束 他身上没有符咒 是因为在之前的战斗里用吗 这么重要的时候过来 他应该有转移视线的想法 军情九处的人 估计是没想到 他会在这种情况下 这么大胆地来报复 都没派人监控 只能被动地等待罗萨哥给予信号 罗萨哥是贝克朗的助手 他的行动 应该只受贝克朗的指挥 他死亡之后 只要贝克朗也跟着死掉 那整件事情 就再也没有一点隐患了 不知道刺杀有没有展开 有没有成功 嗯 今天晚上 由于争夺赫尔默修音的手稿 贝克朗身边的保护力量 将处于最弱小的状态 如果是我 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贝克朗肯定没有想过 会有人来刺杀他 克莱恩闲着没什么事情的 掏出没硬币 笛声送面道 贝克朗已经死了 真 一便是面额的硬币 翻滚着藤月 又落了下来 掉到克莱恩的掌心 人头朝上 这表示肯定 贝克朗死了 那便成功了 克莱恩心中一喜 紧绷的状态 豁然放松了下来 没有罗萨哥的干扰 他相信 这个结果是正确的 这件事情终于 终于结束了 克莱恩吸了口气 缓缓吐出 他慢悠悠地往后 倚着沙发靠背 又疲倦又轻松地望向窗外 那若隐若现的飞红之月 英蒂斯共和国的大使馆内 两位武官半蹲在贝克朗的尸体旁 检查着他的死因 他们的同伴 他们的上司已经追了出去 试图抓住那位刺客 但是 所有人都明白 已经晚了 没什么希望了 肺部有严重的损伤 疑似疾病 致命一击非常强 比我见过的所有序列 武非凡者的攻击都要强 其中一位武官低声说道 疾病 地面和床上 有明显的血肉魔法痕迹 但墙上没有 而打斗的声音和动静 都未能传递出来 再加上那致命一击的腐蚀和泯灭特点 至少有四种不太关联的非凡能力了 另一位武官站了起来 自言自语般描述着现场的状况 他忽然停顿 与另外那位武官对视了一眼 同时开口道 牧羊人 莫然几秒 蹲着的武官皱眉道 也许是一个团伙 至少四位不同的非凡者 那我们就等着被审判吧 单独的强威主教 通过密法混到大使身边 我们没有发现很正常 另外的三位 怎么混进来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站着的武官否定了这个猜测 迟疑着说道 但我听说 另一种序列也能制造类似的效果 好像 好像是叫纪录官 我不知道是哪条途径的 也不知道属于哪个组织 蹲着的武官点了点头道 牧羊人的嫌疑最大 极光慧又都是些疯子 做出什么事情都不奇怪 我们从那个引诱大使的女人身份调查 该死 卢恩王国肯定不会 让我们自己调查 极光慧那帮该死的 该被驴肝屁股的疯子 站着的武官懊恼摇头 大使被刺 他们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惩罚 明斯克街15号 克莱恩装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忍着疲惫 翻看报纸 过了二十多分钟的样子 他呼地看见 突突窗上浮现出穿黑色宫廷长裙 留弹经长发的保镖小姐 梦好了 克莱恩下意识问了一句 保镖小姐轻轻点头 没有开口 呼 克莱恩想了想到 感谢你的保护 这件事情到这里结束 剩下的900磅 我分两天支付你 你知道的 取钱有限额 还是交给玛丽琪 那位脸色苍白的女士 张合起嘴巴 声音仿佛穿透虚话而来 飘忽着回荡道 直接给我 我承诺的是保护你三天 而不是一次 女士 你真有契约精神 可是 这样我就很不方便了 难道你明天跟着我去捉奸 三天 今天是周四 到周日下午结束 嗯 不影响塔罗聚会 还好 克莱恩揉了下额脚道 好吧 我该怎么称呼你 你不需要知道 保镖小姐提了下 哥特式宫廷长裙 微微行了一礼 消失在了突渡窗上 第四十章 叶斯 真是 很有风格 面对保镖小姐的回答 克莱恩上翘嘴角 露出明显的笑容 嗯 能短暂抗衡罗萨哥 这位密友大师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拉锯 他多半 也是序列舞的强者 不知道是哪个序列的 魔药名称叫什么 状态相当奇特 要是没有他 我根本连使用污秽之语的机会都没有 克莱恩随手拿起旁边的报纸 装作翻看 实则思考 不过他很快就将重点转移回了 本身是否还有漏洞的事情上 比如 罗萨哥遗留的被污染的非凡特性 具备强烈的灵性光彩 仅靠铁质卷烟盒的阻隔 很可能遮掩不了 那会在别人灵石的窥探下 直接暴露 克莱恩悄然开启灵石 低头望向一兜 只见铁质卷烟盒内有隐隐约约的色彩透出 但并不明显 相当细薄 这与他本身的气场颜色混杂在了一块 再难以分辨 难以察觉 不错 至少得高须列强者 才能隔着两重干扰看出来 难怪草药粉末 和相应的精油纯露等各种材料 都必须用金属小瓶 而不是木质的容器 因为它们之中有部分蕴含着灵性 而灵石水平较高的话 是可以穿透木板 看见气场颜色的 克莱恩忽然明白了一些神秘学领域的注意事项 他以前是暗章办事 没去考虑为什么 现在则明白了规则背后的真实含义 反复确认无误后 克莱恩放下报纸 走向二楼 他原本打算脱衣洗浴 彻底放松一下 但想到 家里有个不知道会出现在哪里的保镖小姐 又觉得有些不自在 干脆只洗脸刷牙 用热水泡了个脚 回到卧室 脱掉外套 藏好物品 克莱恩倒在了床上 因为太过疲惫 且强撑了好一阵子 他的精神颇为紧绷 反倒无法飞快入睡 睁眼望着天花板上的飞红月华 克莱恩没试图用冥想的方式 深层次沉眠 而是漫无目的地展开了思绪 就像骑着马梅拉江绳一样 想着想着 因为在停登市 遭遇了太多的巧合 而且事后明白了 这与封印物零 零八 有很深关系 所以他迅速注意到一个问题 我抵达贝克兰德后的第二个案子 就让我获得了 接下来三个序列的魔药配方 这会不会太巧了 虽然这符合我占卜得到的启示 变强的希望在贝克兰德 但也太快太简单了吧 简单不是指难度 而是指事情的周折程度 这件事情很困难很危险 但并不复杂 显得简单 按照我的预期 应该是通过正义小姐 道调人先生 修小姐和他同伴 对密修会情报的搜集 一点点抓到这个古老组织的尾巴 经过多次波折 终于才获得配方 这至少以三个月为期 谁知道 这还布满三周就成功了 不会又是 被谁安排得明明白白了吧 嗯 从头再复盘一次 密修会与英帝斯共和国 有一定关系的事情 并非偶然 罗斯尔大帝的日记侧面 证实了这一点 占卜加和无面人的能力 很适合情报组织 类似途径的中序列者 成为贝克朗这个情报头子的助手 是合理且正常的事情 不存在巧合 大使派人报复我 应该有转移视线的想法 那让最容易得手 也最容易逃脱的罗萨哥过来 是有效降低风险的选择 并不让人意外 伊恩在认识的侦探 都不接受跟踪泽瑞尔的任务后 从报上找新的侦探 是相当正常的想法 当时打广告的新侦探并不多 甚至可能只有我一个 嗯 贝克兰德邮报上 只有我一个 就像之前总结的那样 问题是 穆尔索太忙了 是我担心日常不好伪装 反而容易引人关注 没去遮掩容貌 这两点虽然都存在被影响的可能 尤其是前者 但符合相应的性格 心态和出身来历 而且 这不是重点 这不能解释 我遇到的第二个案子 就涉及占卜家途径中 序列者的问题 命中注定 感觉不对啊 再往前想一想 我穿越过来以后 卷入的第一个第二个案子 也都与占卜家途径有关 当然 这能用008的安排来解释 对了 安提格努斯家族的笔记 还污染厄云布偶 将那个涉及 安提格努斯家族宝藏的 复杂数眼符号展示给我看 我当时想到的理由是 在安提格努斯家族的 血液绝种后 他将身为占卜家 且接触过他还活着的 我视作了传承的对象 现在想想 这个理由非常儿戏 万一我是虔诚的 黑夜女神信徒呢 不过当时 我也只是 做了个猜测 没进行肯定 安提格努斯家族的宝藏 明显就涉及了占卜家途径 再想深一点 为什么我会穿越过来 为什么我刚好 附身在克莱恩的身上 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那个时候 克莱恩正好进行了黑占卜 被安提格努斯家族的笔记 控制着自杀 而那本笔记 很显然与占卜家途径有关 另外 我看到的第一份罗塞尔日记 就有后悔没选学徒 偷盗者和占卜家的内容 这很巧合 从头书里到尾 除了涉及008的部分 那些事情都显得很灵万 不像是有意识的安排 更接近于一种 一种被动的吸引 互相的吸引 有间断的吸引 我吸引着和占卜家 途径相关的适合物 同时被他们吸引着 想想挺诡异的 这种吸引 甚至能间接影响命运 让阿兹克先生都看不出来 我身上有什么奇怪的特性吗 这种特性 让我能有限地死而复生 想到这里 克莱恩顿时有去 挥舞之上占卜确认的冲动 但他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 不仅是因为保镖小姐 也许正在镜中看着 还由于他认为 自己最大的特性 就是拥有挥舞之上 那片神秘空间 所以 用他来占卜他自己 显然不可能会有答案 至少目前来看 没有明显的操纵痕迹 单纯只是吸引的话 还能接受 而且我 已经选定了非凡途径 序列四之前 都没法再更改 暂时走一步看一步吧 嗯 先坚定地 不去霍纳奇斯山脉 找安提格努斯家族的宝藏 我有种预感 我将来会说真相 克莱恩无声自嘲了一句 感觉缓过来的疲惫 逐渐涌上 让他的眼皮 止不住地合拢 他睡着之前的 最后一个想法是 多参加各种非凡聚会 以及通过正义小解 道调人先生 和太阳同学 搜集魔术师 对应的非凡材料 有无面人的也不拒绝 另外 尽量弄一件 负面效应不严重的 神奇物品 再消化完成 实力提升前 多点自保之力 除此之外 投资 接委托 攒钱 并寻找兰尔乌斯 用他做复仇的起始 也算是练手 这就是克莱恩之后的打算 上午7点 他自然醒来 外面依然阴沉沉 雾蒙蒙 克莱恩起身走向门口 路过全身进食 看见保镖小姐 突然浮现了出来 他戴着那顶不便的黑色软帽 脸色一如既往的苍白 声音穿透玻璃 虚幻飘忽地钻入了克莱恩的耳朵 昨晚 军情九处的人来过 呃 我该说 警察果然迟到了 还是感谢他们迟到了 克莱恩微笑问道 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吧 对于答案 他非常的笃定 如果军情九处真有什么发现 他哪能睡到自然醒 没有 保镖小姐身影变淡 消失在了镜子里 他这种能力很厉害 用灵视都发现不了 也许 可以用罗萨哥遗留的非凡特性看到 发现那些隐秘的丝线 从而找到保镖小姐 克莱恩心中一动 回到床边 从枕头下方掏出了那个铁制卷烟盒 他刚刚入手 还未来得及打开 后颈处 忽有刺骨凉翼袭来 整个人瞬间汗毛耸力 浑身发颤 啪 他手一松 铁制卷烟盒掉在了地上 这是保镖小姐的警告 克莱恩甘笑两声 装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的 将铁制卷烟盒塞进了裤兜里 洗漱完毕 穿好衣物 他来到一楼 从门外的报厢里取出了订阅的那几份报纸 展开塔索克报 克莱恩看见了醒目的头条 因蒂斯大使贝克朗遇害 恐怖组织极光会宣称对此负责 结果出得这么快 而且 极光会明明只是接受委托 为什么要宣布负责 嗯 恐怖组织也是要刷逼格 要树立形象的 这样才能吸引到足够多的新鲜血液 这与秘密传教相辅相成 A先生很厉害嘛 应该是 牧羊人 克莱恩利在门厅处 详细地阅读着新闻 根据新闻的描述 现场有极光会袭击贝克朗大使的证据 而后续的追查里 也找到了极光会故意遗留的书信 宣称负责的书信 在新闻的最后 记者大概介绍了极光会 列举了他们做过的一些违法事件 让他们的名气 瞬间超过了绝大部分隐秘组织 不管怎么样 事情彻底结局了 克莱恩吐了口气 侧头望向窗外 看见淡泊的雾气弥漫 稀疏的阴雨低落 这种时候 不是应带来灿烂的阳光 晴朗的天气应该紧吗 克莱恩自嘲失笑 而接下来 他得出门去捉奸了